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明镜电视的明镜专访节目 今天又跟大家访问到了大家已经盼望了一个多星期 说上个星期怎么陶家先生没有来了 是不是你们观点不一样啊 就不来了不会不会 我是主要是给春节的时候让陶家先生休息一个星期 而且我们在新的一年继续呈现出不同的观点 不管你是喜欢陶家先生的观点还是不喜欢陶家先生的观点 喜欢和平还是不喜欢和平 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沉溺出我们的自己的想法 本来在自由世界里面有不同的观点就非常的正常 陶先生或我都已经习惯了 希望我们的观众也要习惯我们不同的角度 首先我向这个陶先生办你 走你心里身体健康 对对对对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对我们现在还别关心香港的疫苗的问题有没有到啊 疫苗呢中国生产的这个科兴150万机呢 已经今天就运到了啊 哇 就是大好消息啊 这个祖国关怀700万香港同胞啊 来得很快啊 而且呢有我们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带同所有这个特区领导班子的领导人啊 呃 江嘎的有些传媒就是说就是说身先士助啊 啊 我觉得这个成语不是太适当啊 这个让领导先打啊 也不是太适当啊 但是啊大家也乐得也乐得看林郑月娥带头啊 去接种这个这个疫苗啊 所以呢这一点呢倒是没有什么样的意义啊 所以呢 呃打了以后怎么样呢 这个当然这个据说三月中这个辉瑞跟这个Biotek啊 也会到了这个美国人的那批也来了 因为那个据说是在零下70度才能够储存的 所以呢在这个只能够在政府的医院才有这么样的设备 在那个私家的一证所呢就不行了啊 所以呢我们希望呢 在这个在这个关头啊就不要被这些打疫苗的政治化啊 如果有多多样的品种啊可供选择啊 还是好事是吧 对啊 现在当今世界啊解决这个人的最大的灾难 就是这个疫情是首要首要的 一定要把政治国家全部抛开 救人第一救人第一 而且来给大家一个选择的机会 对吧 这是非常好的 美国这边呢 确实是是的这个好消息不断就是我们的很多 朋友都打上疫苗了啊很高兴 那么这个也没有后遗症 然后疫情的情况呢也比原来越来越有经验 我们的朋友好几个最近得了这个 啊检查区啊这个阳性啊 完全不恢复一切都不恢复一切都免贪 首先呢 首先呢有亚洲的四国的这个外长会议 那么印度啊 印度啊 日本啊 澳大利亚和这个美国 然后之前啊 然后之前啊 之前也有这个北约行长会议 北约的啊这个主要的这个不是主要的所有的这个国防部长 都参与了北约的这个会议 然后在星期五 同一天有两个会议 第一个是七个高分会议 一个呢是慕尼海国际会议 所有的这些会议啊 其实大家很清楚 其实目标就是对准俄罗斯 尤其是中国而来 刚才我看到了班农总统的这个在慕尼海国际会议上演讲 在他的演讲里面非常清晰的看到 人类21世纪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怎么跟中国相处 也就是说怎么跟中国竞争 用词吧 从七国高分会议所提的用词都比较温和 而四国的亚洲的会议干净连中国都没有提 但是所有的人都很清楚 这个西方的阵营似乎正在成全中间 之前一个星期加拿大领头的58个国家 主要是西方国家联合发表声明 潜在一些国家任意的拘捕这个国民 包括这个中国 包括伊朗 包括朝鲜 好像有没有 好像也包括俄罗斯 那么这个西方的阵营在您看起来 这个21世纪有没有可能真正形成一个阵营呢 来对付中国 确实现在这个阵营正在形成之中 首先呢就这个川普这个四年呢 我们都看到了 虽然这个川普呢是强调这个美国优先 但是他派这个蓬佩奥 他已经在这个欧洲啊 欧洲啊 各自去做他们的工作 那么四年以后来就出现成效 尤其是加上这个疫情呢 很多这些国家呢心里有素 当然了外交辞令是一回事 表面上说的怎么样 或者外面堂皇 或者是画到口中留半句 或者是吞吞吐吐 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各国的 采取的这个对策了 或者他们这个动作啊 是有这么一个形成的中的这个一个联盟 至于这个联盟有几个成员国 核心有什么国家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了 现在除了这个澳洲 印度啊 又在这个东方的这边啊 这个是对中国的戒心表现出来是最高的 然后呢这个也可以勉强说 即使是拜登上台以后啊 这个是美国 然后呢最近这两个星期啊 这个英国啊 也这个强硬 也表表面化了 是不是 对对 是不是 那么 至少你在这个英国 美国 澳洲 印度 那么你看英美澳 是等于五眼联盟的这个其中三个国家 其实加拿大呢 虽然这个小杜鲁多啊 是一个比较 看上去是比较啊 知粉未重的一个人 但是实际上啊 实际上他也跟着这三位大哥后面啊 也没有掉队啊 那么 新西兰呢 这一直在滕太平洋的防卫啊 还是要靠这个澳洲的 所以基本上 五眼联盟啊 都已经 已经呢 已经到了啊 实质化 已经到位了 已经到位了 好了 那么你看看欧洲 这个马克龙啊 也派了这个战舰啊 已经到了这个远东啊 或者是印度洋啊 是不是 对 法克龙 当然了 这法国跟中国的关系呢 几十年来 自从这个戴高了 1964年建交以后啊 算是比较特殊的 算是比较稳定的 是不是 而且呢 法国这个社会主义啊 或者酌情的倾向啊 比较浓重 所以呢 中国对法国最近这几个月 总统跟政府的一些 所谓的出格的言行呢 还是比较忍让啊 可能呢 对法国是先观察啊 那么然后呢 这个日本呢 最近这几天呢 更不用说了啊 是不是啊 就是对于这个台湾的 比较关切了啊 对于这个日本所声称的 尖戈列岛 也就是台湾 所称的这个钓鱼台啊 或者钓鱼岛啊 他就是说 已经呢 有一种表态说 这个必要使用武力的防卫 是不是 反而日本呢 他这个文化性格是比较含蓄的 他话是不多的 而且不会明说的啊 但是我们都看到 日本呢 对中国的警戒是比较高的 反而呢 他在这一方面比较缺席的是南韩 因为这个文在寅呢 有人说啊 他是内心是非常酌情的 啊 这个是跟金大宗那一路的啊 自由派 好了 那么 其他我们再看 这个 如果有这些国家都到位 其他的这些呢 就是看这个名单 58个国家 因为58个国家发表这个声明呢 是针对性非常强的 具体就是对中国的 而且呢 反对中国任意透流啊 这个外国的这个侨民呢 这50个多个国家呢 基本上欧盟呢 都全到齐了 那么非洲呢 还居然有三到四个国家 也报了名了 是不是 啊 所以呢 这个58个国家呢 再加上这个五眼联盟 再加上印度跟日本呢 可以说现在对于一个 不能说围堵啊 就是对于一个中国的一个 一个抗 不能说对抗 就是一个相对于比较 被动的一个防卫网啊 都现在逐渐成警 而且在可见的将来 啊 还会巩固 而甚至是扩大 啊 当然这个原因冰冻三尺 也不是三言两语 也说清楚 我们这几个月在各个方面 也也分析过 到底什么原因 是不是 嗯 啊 这个所以呢 未来这个2021年呢 啊 对于这个中国在这个 国际外交方面 啊 是会进一步啊 会有一些摩擦跟冲突的 嗯 刚才您用了一个定 叫被动的防卫网 您为什么用这样一个 被动的防卫网 这样一个词来 确定这个西方的阵营呢 因为我们看到这几个 第一这个瘟疫问题 是不是啊 嗯 这个瘟疫的问题 把这个英国 欧洲 美国 日本 全党 都措手不及 嗯 没有这个东西 有很多国家 啊 也没有觉醒过来 啊 呃 还有呢 呃 就是这个 这个瘟疫问题 呃 呃 也牵引出来的 这个台湾的问题 啊 台湾呢 现在被全世界 基本上都认为 是一个民主自由 而且呢 比较讲道理的 啊 这么一个 这一个政体 是不是啊 而他受到的这个 世卫组织啊 这个待遇啊 这是不公平的 是不是啊 那么 这个世界 我们都要讲 是国际的关系啊 啊 他这个互动啊 要讲因果啊 有这么样的结果呢 就有 一定啊 事出有因 是不是 再加上 这个香港啊 啊 最近这两年啊 什么实行国安法啊 在这里抓人啊 也让这个西方国家 包括英国啊 他已经着身 就是说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已经受到违反了啊 啊 我们这两年看到 这个国安法了 或者是 对于香港这个反修例的 这个抗议啊 啊 这个香港特区政府的一些 所作所为啊 这个也都经过这个 西方国际社会 啊 多次发言啊 呼吁啊 不要这样啊 可以说是屡劝不改啊 香港这个特区政府 是吧 所以这个是逐步逐步的 让这个西方看到 这个香港的局势 再看到这个疫情当中 台湾的表现 再看到整个疫情 疫情的这个一年啊 国际关系 这种种种厉害的互动啊 有很多事情人为的 是被政治化啊 所以呢 就对中国的戒心 肯定是越来越大 当然这里头还有川普 跟蓬佩奥 最近这一年的外交的努力 啊 穿针引线啊 啊 到各国去游说 而尤其是蓬佩奥啊 他拿出去什么样的数据 或者证据呢 关起门来跟这些国家的领导人 到底交了什么底呢 我想这些国家 自己心里明白 所以呢 这个是防卫性的 而不是进攻性 因为这个20年来 自从这个克林顿 让中国加入了 这个世贸啊 赋予了这个 贸易最会国的待遇 一般来说 中国欧洲跟英国 都是对 这个美国欧洲跟英国 都是对中国采取的一种 交往 或者是友好 甚至是友好 那种贸易的关系 技术 人才教育的交流 啊 可以说20年来 行之有效 是各国对于 在最近这个半年 最近这个一年 是出现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嗯 您觉得这种根本性的变化 是因为中国的意识形态 使西方感觉到很不安 啊 还是呢 中国的实力很强大 西方感觉到不安 不能让中国成为世界强国 哪一种因素大一点 我想这个意识形态 这个中国采取对普世价值观 尤其是西方的价值观的一种根本的敌意 尤其是早年 前年啊 是不是前年还是三年前 纪念这个马克思啊 200年的这个名授 那个时候发表 这个中国的这个一些 立国的啊 或者是中共立党的一些底线啊 就是要信奉这个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主义的初心 是不是 好了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如果你是柬埔寨 或者北韩 或者古巴 那无所谓 但是今天你是第二大经济体系 而且呢 随即又发表了一个叫这个人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么一个理论 和表达了这么一个意象 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里头 如果是包含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初心 那么请问马克思主义的初心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摧毁资本主义制度 然后建立一个红彤彤的 全世界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 是不是啊 如果在毛泽东的时候 你这样说 那个时候以中国的国力啊 跟这个GDP 西方还可以隔岸观火啊 最多有两个原子弹 那个时候问题是不大 但是今天不一样 今天啊 所以呢 这个是个因果的问题 是不是啊 我想是一个意识形态为主 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两年 这个美国很多智库 这些跟川普啊 这个关系不大 有很多是共和党的 也有些是民主党的 这个国会啊 对于香港问题的看法 是比较一致的 这个智库里头 对于这个克林顿以来 跟中国的交往政策 那种检讨啊 和那种反省啊 甚至是后悔啊 也是相当深刻的 所以整个大气候 大态势就已经在形成了 嗯 嗯 嗯